如果你是一名YouTuber 有一個工具你可能知道 並且正在使用 那就2Buddy 大家一聽到2Buddy 可能想到的就是 它能夠做好影片的優化 讓你影片出現在搜索結果前列 其實2Buddy還有很多強大的功能 能夠很好的幫助你頻道的發展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 我就會告訴你10個你必須知道的 2Buddy的強大的功能 並且最後一個強大的功能 能夠很好的幫助你獲得更多的流量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朋友我是 Grayson 如果想通過YouTube頻道 在網路上達到自己的個人品牌 記得對我們頻道 是完全免費的 在底下的描述欄 也能夠找到很多 進YouTube頻道使用工具 首先第一個功能就是 頻道表現報告 我在影片裡面一直有強調 你要去看你頻道的數據 去看你頻道的表現 但是如果你特別忙 你沒有時間去查看你YouTube工作室 去查看每個數據的來源 那麼就可以使用2Buddy的頻道數據報告 你只要花5分鐘 就能夠知道你頻道最近的表現 它會告訴你頻道的大致情況 你的總觀看數 你的總訂閱數 還有你影片上的總數 你也可以直觀的看到你頻道最近的表現 它會展示出給你 你頻道的訂閱數 你頻道的觀看數 還有頻道的互動率 同這些數據也會跟上個月的數據進行比較 就會讓你知道 你頻道成長是呈上升趨勢 還有呈下降趨勢 還是所和上個月呈持頻的表現 例如說我這個月 我的觀看量下降了8.64% 我訂閱數下降了16.7% 我頻道的互動率上升了2.78% 這樣我就會知道我頻道裡面最近出現了哪些問題 我就去查看我這個月發布的每部影片 它們的表現情況 然後再繼續看每部影片裡面 具體出現了哪些問題 例如我的話題是否是觀眾感興趣的 或是我影片的續看率是否有下降 Twitter也會提供給你互動的數據 例如點贊 到贊 還有評論 也會告訴你一些分享的信息 例如觀眾是通過什麼樣的途徑進行分享的 是通過手機 還是通過Facebook 也會告訴你頻道的總體觀看時長 平均觀看時長 還有影片的續看率 同時會幫你總結出頻道裡面收藏最高的關鍵詞 觀眾是搜索什麼樣的關鍵詞 來找到你的頻道 找到你的影片 這裡會建議你 如果你圍到這些關鍵詞 繼續製作出更多的影片 你的頻道的觀看量就會上升 Twitter也會告訴你一些你頻道的觀眾的信息 例如他們的年齡 你頻道的觀眾是男性多還是女性多 他們喜歡在什麼設備上觀看你的影片 例如對於我的頻道 有50%的觀眾是都會用手機來觀看我的影片 也會告訴你觀眾的分部地區 我頻道的觀眾大部分都是來自台灣 當你花5分鐘去查看這個頻道表現報告的時候 你就能夠知道你頻道最近的表現出現了哪些問題 如果想深入的研究 你可以進入到你的YouTube工作室 去查看問題的原因 第二個2Buddy的功能就是關鍵詞調研 這應該是大家最熟悉的功能 也是最常用的功能 YouTube和其他社交媒體不一樣 它是一個搜索引擎 所以觀眾來到YouTube都是帶有目的的 所以如果有觀眾他們想要在YouTube上面看影片 他們會搜索他們的問題 或者說輸入一些關鍵詞 去找到他們想要看的影片 所以你需要特別重視這個用戶行為 你才能夠得到更多的流量 那麼可能你心中會有疑惑 我怎麼才能夠知道觀眾會想要搜索什麼樣的話題 會搜索什麼樣的關鍵詞 沒關係 2Buddy能夠幫助到你 你可以輸入任何的關鍵詞 然後2Buddy會告訴你這個關鍵詞在YouTube上面的搜索量 不僅如此 它會告訴你這個關鍵詞在YouTube上面的競爭度 如果競爭度大 就代表很多人會圍繞這個關鍵詞去做影片 所以你的影片想要獲得很多的觀看量 那麼競爭度是很大的 所以最佳的關鍵詞就是 它的搜索量高 但是它的競爭度低 如果想具體學習 如何利用2Buddy來找到高搜索量的關鍵詞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這部影片 第三個2Buddy的功能就是 預設回覆 你是不是時常會被觀眾問到同樣的問題 然後你必須不斷的回答相同的答案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使用2Buddy預設回覆的功能 你可以收集一些觀眾經常會問到你的問題 然後你可以提前寫好回覆 這樣在你下次再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使用2Buddy預設回覆的功能 你可以一秒鐘就附進你的答案 這個功能不僅能夠讓你即時回覆觀眾評論 也能夠讓你節約時間提高的效率 第四個2Buddy的功能就是 提亮替換信息 這個功能非常強大 特別是對於一些 你已經做了一段時間YouTube了 你已經發布了幾十部影片 通常我們會在描述欄裡面放入一些鏈接 例如聯盟行銷鏈接 但是有一些商家可能會更換一個平台 這會導致之前的鏈接是無效的 如果觀眾點進那些無效的鏈接 你是沒有辦法獲得收益的 如果你不知道2Buddy這批量替換信息的功能 你想要替換你之前的鏈接 那麼你只能夠手動的一個月去修改 假如你頻道裡面有五十部影片 你就得五十部影片一步一步去修改它的鏈接 需要你花費幾個小時 非常的低效 2Buddy這批量替換信息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讓你找到你想要替換的信息 同時也會讓你輸入你想要添加的新的信息 這樣在短短的幾秒鐘之內 2Buddy就能夠幫助你快速的替換成你新的信息 所以如果你想要批量了替換你之前的信息 2Buddy這個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最後一個2Buddy功能就是競爭者調研 如果你想關注和你同領域的其他頻道 他們頻道的表現 那麼2Buddy這個功能就非常適合你 你可以加入你頻道領域裡面其他的創作者 然後2Buddy就會把你的頻道和他們的頻道 所有的信息結合起來進行比較 你可以整體看到頻道的觀看數 訂閱數還有影片上傳的次數 你可以查看最近30天 每個頻道他們的頻道表現 或者多少訂閱者多少觀看量 同時你可以再細緻一點 可以查看每一天每個頻道的表現情況 也可以具體對比每部影片的表現 這功能就能夠讓你非常直觀的看到 你頻道的表現和其他頻道的表現有什麼差異 你可以從中得到很多啟發 從中提升你影片的表現 第六個2Buddy功能就是隨機抽獎 如果想要舉辦粉絲抽獎去回饋你的觀眾 你不需要去到其他的平台 2Buddy就能夠直接的在YouTube上面幫助你 2Buddy可以直接從你評論區裡面抽出抽獎的觀眾 非常簡單 你可以選擇所有的評論 或者說你想要在評論裡面包含某些關鍵詞 這些2Buddy都能夠幫你做到 第七個2Buddy功能就是Click Magnet 一部影片想要獲得觀看量 除了內容要好之外 你還需要有一個吸引的說圖 去吸引觀眾點擊觀看的影片 如果觀眾都不想點擊觀看的影片 即使你有YouTube上面最好的內容 也是沒有用的 Click Magnet 雖然需要你升級到最高的Ledger版本才能夠使用 但是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它能夠幫助你分析 你頻道裡面所有的說圖 去讓你知道哪些說圖表現好 哪些說圖需要進行修改 去提升你影片的觀看量 它會告訴你 哪些說圖在YouTube搜索流量裡表現好 哪些說圖在YouTube推薦流量裡表現好 也會幫助你分析 你的說圖是露臉好還是不露臉好 你說圖裡面的表情是開心是驚訝 還是嚴肅的表情 更容易吸引觀眾點擊觀看的影片 我這部影片會具體告訴你 如果使用Click Magnet這個功能 第八個2Body的功能就是 說圖AB測試 在你通過Click Magnet 知道哪些說圖需要進行修改之後 你就能夠具體使用 2Body說圖AB測試功能 這功能就會讓你製作新的一版說圖 還是B版說圖表現好 這樣你就不會僅僅是憑藉猜測去更換你的說圖 如果你新的一版說圖它的表現好 你獲得分貝的觀看量 那麼你就能夠確定你需要更換成新的一版說圖 如果你發現你新版的說圖 並沒有比你原版的說圖表現好 你就需要繼續做出新的樣式 不斷的測試 成功提高你說圖展示點擊率 第九個2Body功能就是 Sunset Video 你有可能會有一些影片 你只想公開一段時間 例如說你做一些推廣 或者說你直播的影片只想公開一周的時間 那麼這個時候 2Body的Sunset Video這個功能 就能夠很好的幫助你 設定某個具體的日期 然後把影片的狀態改成思想或者是不公開 設置好之後 那部影片到了具體的那個日期 就不會被觀眾看到 第十個2Body功能就是 最新的影片鏈接 很多人會在自己描述欄裡面 放一些影片的鏈接 去增加額外的流量 很多時候 我們想要讓觀眾 觀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但是如果你想要手動的修改 每一部之前發的鏈接 然後再改成最新的鏈接 那是非常不現實的事情 但是2Body這個功能 就能夠很好的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它會提供給你一個特殊的鏈接 只要觀眾點擊這個鏈接 他們看到的都是你最新的影片 非常的方便 這功能非常強大 可以幫助你推廣你頻道裡面最新的影片 讓觀眾觀看到你最新的影片 同時也幫你節約了很多的時間 希望今天這期影片能夠讓大家知道 原來2Body還有這麼多 自己不知道的使用功能 我也把2Body的免費下一連結 放到底下評論區 如果想要具體知道 如果通過2Body 來找到高速的喜歡關鍵詞 或者說你想通過2Body 來做出縮圖的AP測試 可以去看一下我這些影片 對你一定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 歡迎我點讚 如果想要來解更多關於YouTube內容 歡迎訂閱我頻道 如果想要有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我IG 這裡下描述完 可以找到很多 進一路頻道使用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